今天早上一起床呢我就打开玩者 然后呢抽了五次 没想到就抽到了玩者水晶 然后就兑换了爱玲非常开心 为了这一颗水晶我已经课金一千多 讲证有点心疼 因为这是我玩的第一款手游 然后第一个课金这么多钱的手游 去年有个对我有好感的妹子呢 她喜欢玩玩者荣耀 然后呢就带我录坑这款游戏 然后没想到我就沉迷了 前段时间有一天半夜失眠 然后再加上看抑郁药啊上头了 然后呢我就打开玩者荣耀 买了好多皮肤啊英雄啊礼物啊 送给我喜欢的人 然后还花了好多钱抽水晶 一直抽不到 抽了两百次都抽不到这个水晶 所以说总共花了一千多 然后我喜欢的人还骂我浪费钱 然后还拉黑我伤了我 真的很伤心难受 我六年的友谊呢就这么有劲了 然后呢我也卸载了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我才入坑了一百多天 然后一直单排发运路的射手后翼 玩到了环境段位 然后呢再一直单排玩辅助 然后上到了钻石 然后前几天我又下载回来了这款游戏 因为感觉有种情节 我喜欢的人和喜欢我的人 都喜欢玩这款游戏 然后呢我也有点沉迷 总之到最后都做过成朋友了 我喜欢的人呢对我没有感觉 喜欢我的人呢我对他没有感觉 然后就这样 给你们 analysis 我爱你俩人一样 你俩人一样 你俩人一样 感谢观看